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搞不好先拿律师的名字 去合个八字看一下 很多都是这样一些的事情 尤其是台湾的公庙之多 你很难想象 你猜 我们大概有多少公庙 好 直接告诉你 不要浪费律师的时间 我们的公庙大概有一万多间 OK 那跟超商或什么比起来的话 不遑多让 尤其最近因为有一则新闻出来 引起大家更多的讨论 那则新闻是说 对 南部的有一座公庙 说什么关公要跟妈祖要结婚 然后生活妈祖要冠夫妻 结果把另外一个 另外一座庙里面就讲说 哪有这回事 怎么可以这样 甚或说要去提告 OK 但在过程当中 还有出现一个公庙的价目表 那个价目表出来以后 有很多人就说 难怪这样 早知道当初 就去选择像这样一些行业 那像 我不知道你看完这个新闻 你有没有一样的感受呢 好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您要请到几位特别来宾 我不知道专业的医师律师 看完这些价目表 有没有刚才一样心动的感觉 听听看 他们自己说就知道了 OK 好 来一开始为您介绍 周围边第一位 自身媒体员 许盛梅 大家好 家医科医师姚伟明 大家平安 民俗专家小宇老师 大家好 五哥好 律师简大为 大家好 大为 有看过价目表吗 看过 想不想准 我就觉得当初 法律法律 我们在电证大法律的时候 大议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分组考 比较远见的人 他们就选择走法师 像我们这种没有远见的 就走律师 才会造成现在有这种收费落差 OK 对 不过换一个角度 开心一点嘛 因为律师之间也互称道长 对 有没有 就感觉在 每次在开评好像在做法一样 就跟做法一样 OK 姚律师 感慨万千啦 我觉得我有机会 要多学习这方面 去发展我的第二四页 斜抗是吧 对 OK 小悠老师别问了 小悠老师就是在从事这一方面 而且小悠老师斜抗人生 也有从事到这一部分 可是顺美 刚刚讲这一则新闻一开始 什么关公要娶妈祖 然后还贯父姓 所以引起轩然大波 对 为什么 这个庙其实在台南 玉址的五玄坛 大家最好奇 真的就是那个价目标 我待会告诉大家 价目标里面有多少故事 一开始 其实这个五玄庙 基本上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它这次的知名度 都在这次的合婚 你知道那个海报一出来 大家吓死了一个喜子 然后原来是我们的主神 观圣帝君 要跟路尔门天后宫的天上圣母 我们要合婚 已经选好日子了 是在农历的五月四号 请所有的信众 都要参与这个圣事 然后将来天上圣母 一嫁进来之后 她就会灌夫妻 所以会变成天上观圣母 我都没有听过有这种事 而且她一提到路尔门的 这个天后宫 因为大家知道 在这个妈祖庙当中 路尔门是有一席之地的 人家是个古籍 所有的信众都涌入 他们就问说 到底是怎样 妈祖还要怪不幸 怎么会这样 那路尔门当然就勃然大怒 根本没有这件事 我跟你说你不道歉 我告你 这下妈祖拒绝嫁给关公 然后还要告关公 然后这个五玄庙 其实也很委屈 第一 我们也不知道那海报 你们怎么会看到 这是个误会 是个误会 然后她就发了一个律师 事务所的声明 致歉 然后希望大家要尊重一些 不同的信仰跟刻意 她有这样讲 那到底有没有要和婚 她有去请一个分铃 她说那不算什么 意思是说好像不是和婚这样 也没有冠夫姓这件事 但是你知道这里面又差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她发这个律师声明 底下有律师事务所的名称 马上桃园一家律师事务所拍桌子 说我们根本没有接这个案子 为什么把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名字放在上面呢 我们没有接关公的委任 结果你知道是怎样吗 同一个名字 他们是高雄的 他们委托是高雄的律师事务所 结果这家是桃园的律师事务所 你们不要管这些 反正妈祖没有要嫁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价目标 我研究了很久 小伙哥有听过 小伙子嘛 台北也有 小伙子那个行天公不用钱了 阿嬷就这样扫一扫 他们小伙子是两百块 人 但是车子如果小伙子的话呢 从八百到一千五 车子小伙子 车子怎么小伙子 来来来来 如果我现在有一部新车 是不是新车要去进化 机车八百 机车就一千 但是如果你发生事故 为什么呢 你中间A岛人 你撞死人 请问撞死人之后 你这车怎么办 万一那个魂魄还跟着你怎么办 那叫事故车 来 有有有有有 有有事故车 一千五 这是不是受惊 这是不是受惊 对对对 你在路上差点被人家撞到 你就去受惊是两百 但是你的车呢是一千五 OK 再来什么冤亲债主啊 要去处理的话一千六 有英灵问题的一千六 有没有 我需要有一个 我看好了 这叫目标 他有宠物沟通 有没有跟你们的工作也蛮接近的 你们没有跟宠物 没有 道长听我说 你们跟委任的人 跟他们沟通是不是算时间 人家宠物沟通 十五分钟一千块 人家也有算时间 他一个钟头是四千 如果这样算 你应该贵多了 大卫要贵多了 光看这个价目标 你都觉得嘖嘖撐紧 然后再来 如果你卡到阴 因为最近卡阴这件事情 仲协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大家热门讨论的话题 好 卡到阴了 两千 但是很多人卡阴的时候 会是半夜 半夜要加六百 有夜间急诊费 这就讲到姚医师了 人家夜间办事有六百块 夜间工作要加成 对 所以很多医师看到这个价目 表示说 天啊 我们医师不如法师的收费吗 现在是怎样 现在插管不如修水管的吗 现在心脏按摩不如脚底按摩的吗 那怎么会是这样呢 最贵了请看一下 跟往生者沟通 这就是你们道长做不到的了 两万 我自态不如 简大会做不到 OK 可是 我想要是这里面刚刚讲到 包括还有夜间急诊 还有所有这些 真的有很多医生看完这个会说 那如果这样 当时早知道不要当医师 去当法师就好了 当然是会有这种想法 可是人命贵重 还是以人为优先 但是我从来没想到说 宠物沟通也可以在 宫庙服务的这个范围里面 因为宠物也是森林嘛 所以后来想一想也对啦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会遇到一些 比如说医疗上是属于慢性疾病的 比如说是情绪上 比如说小孩子的自闭症 过动症 或者是一些慢性过敏性的疾病 怎么看医生都看不好 那家属就 尤其是长辈 就会想说 那是不是要带去公庙里面 接受服务一下 他也不希望小孩子 一开始从小就吃药 尤其是情绪的药物 不希望他吃 就带去庙里面 那庙里面就是说 你又要把小孩子带离环境 不要随便吃药 然后你就可以呢 在悠然的环境里面让小孩子得到心灵上的辅助 就可以改善 长辈真的很相信庙里面的事情 而不相信医疗的专业 那宁可是优先考虑去公庙里面走一趟 真的有状况的再回来医疗 还来得及 公庙跟医院之间也许有不同的一些 因为公庙在心灵方面 你说也许去他会比较安心 可是如果真的有病还是要看医生 但是大伟 夜间加成 因为律师有很多案子 都是当事人急着晚上打电话找律师 有没有夜间加成 没有 我们跟计程车一样 不仅有夜间加成 还有不同县市有不同的费率 这样 当然啦 因为台北会最便宜 因为我们在台北 当然要下去其他地方会贵非常多 那我发现其实一个东西 只要遇到半夜很急的当事人 我们做一件事情 通常都可以缓解他80% 这么多的焦率 什么事 他就会说那没这么急了 他可能这件事情就会放下 就安心可以去睡了 现在我也是做一些心理服务 隔天早上再来预约 就是正常价格了 OK 但是如果看完这张价目表 小小师来了 这张价目表 你们的一般的行业 大概都是这个样吗 其实我觉得这价钱蛮合理的 虽然说大家可能不大能够接受 等一下 一个来 网生者沟通一般就 这应该就关落银吧 他的这个应该是类似是牵王魂上来 牵王魂 对他可能就是一个肉身 然后今天可能是你阿公阿嬷上来跟你聊天 2万块一次 他如果有办法找上来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甚至于你们律师那个刑案都不用解决 直接把受害者拉上来 新的证据方法 对 直接找上来 所以他如果真的是有办法做到 我们讲在他做得到的程度之下 我觉得2万块钱非常的划算 如果万一叫上来 明明是找阿公 结果上来是阿嬷 那就很尴尬了 我真的觉得就不值这个钱 但你说这个其实还算合理 觉得很合理 因为这应该是台南的 像我们北部 像我自己本身还会再高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算是一般我们开公庙 我们还是有房租水电成本 你一个月北部一个电租稍微有点规模 大概4万块吧 你的神像 佛像那都很贵 随便一尊可能就10万 20万 30万 你收金600 600 你要想看你要收到民国几年 才有办法打平 那我们也是人我们要吃饭啊 而且还不包含什么初一15我们要拜拜 初一15没有拜拜的话 人家会说你们这间公庙不诚恳 而且电灯还不能省 太暗人家会说你是银庙 你要打得光光亮亮的 人家才会觉得你这间庙是好的地方啊 所以我觉得这价钱我觉得是很OK的 包括像那夜间加成 我也觉得非常的合理 为什么 因为一般人如果有事情都是送医院吧 那一定是可能今天像我的实际案例 他今天出的问题的话他可能是觉得中邪 可能会胡说八道 有攻击性行为 那你看这些人到我们这边来 医院他如果有病患打你的话 你们有警卫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自己要处理他 你们是处理他 我们自己要压制他 不然他如果遇到他来之后他自残 他一直要撞墙 他如果这边出事的话 你们医院有法务 我们还要自己找律师 不然他报价都那么贵 很恐怖 我们要自己想办法阻止这一切悲剧发生 才加你600块钱真的很过分吗 OK 所以里面的价目 你说你一般来讲的话 北部可能还要比这要再高一点点 对 北部应该会再高一点点 冤心债主这里面一个人1600 他的这个收法我是觉得比较特别 一般来讲我们处理的话 就是全部都处理了 对 除非他有一个特殊的案例 就比如说他今天真的太复杂了 对 一般来也是这样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怀疑说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冤心债主说 那你一个1600嘛 那如果你说我后面有100个怎么办 是不是吓死人了 对 因为冤心债主有多少 一般人真的不知道 对 没错 所以是师父说几个就几个 对 一般来讲我也不会这样做 一般如果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 我都会叫他们用魔法打败魔法 怎么去做呢 他说你身后没有100个冤心债主 对不对 你就去神明前面拔杯 我没有100个冤心债主 看有没有三个圣杯 如果拔不到三个圣杯 你回来问他说怎么办 神明说没有100个怎么去处理 当然你说像这个有价目表 或是如果有人没有价目表 如果开架真的照一般常理上 你觉得高 可是如果你觉得你想要相信 但是重点通常会出现 大伟 如果结果发现 不像你讲的 就如果你开了很高座的法事 结果后来他还是觉得 跟以前状况差不多 他就觉得没有用 就叫你退钱 一般这种一定不会退给你 那怎么样 打消费纠纷吗 这个东西可能会变成消费纠纷 我认为有可能 因为他消报法是规定说 只要常常在做这件事情的企业 都会成为企业主 所以基本上像小宇老师 或是其他的这些公庙 可能都是企业主 那当然另外一方的消费者 那只不过要怎么去界定说 这个有瑕疵呢 所以我觉得法官可能也要 就是在选 这一样 在政大法律选科系的时候 可能要修一点零学 才可以去判断说 这到底是不是消费纠纷 那当然因为是消费者需要举证 他的服务是无效的 或是不符合常规 那因为这都是零线的东西 通常都没有办法举证 那很多消费者会选择诈期 告刑事 想要逼公庙退废 那这个有可能会成功 因为公庙也是出来做生意的 他们可能也不想跟你 有这么多纠纷 所以才退钱给你 但是通常检察官 还是会针对这种事情 都是做不起诉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 确定说这是一件骗局 OK 顺美讲这整件事情 它的前面源头 那个story出来的时候 小雁老师前面那个源头是 对 因为这个庙 比如说吴玄坛说什么 妈祖有没有要加官公 有没有要贯父亲 那顺美刚刚已经有解释了 就没有这回事 也没有什么这些 你们自己在业界 怎么样看这个新闻 我觉得蛮瞎的 为什么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开公庙 当然现在大家都觉得开公庙 好像你有钱很好赚 其实早期开公庙的话 是因为你被神选中了 所以你可能有机身 所以迫不得已去开公庙 那开公庙不外乎 它的任务什么 旧事或祭事 要不然就是俗称 带天巡守 斩妖除魔 那到底关结婚什么事 我真的不能理解 对啊 这跟完全 我也不知道旧事 祭事跟斩妖除魔 和你关公娶妈祖 这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跟他的人间任务 完全不相干 第二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要娶的话 那你应该要有 俗称的这个总庙 去发出声明来讲 怎么会是你一个 单方面的一个小谈 去告诉人家说 我家关公要娶你家的妈祖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应该要有一个 道教里面的一些官方宣承 比如说什么三清廟 或什么东西 我关圣地巡 告诉你说 你去帮我发这个官宣 我觉得这才合理 不然的话 基本上我听起来 完全不像一个正常 审盖座事情 但因为这件事情 中间还有一段 顺便你刚刚念的 是不是有说 洛尔门天后宫说要告 大伟 到底是洛尔门天后宫 要告这个庙普玄坛吗 要告什么 我也有看到这个新闻 所以我想了很久 到底天后宫 有什么样的基本权被侵犯 因为这个基本权要被侵犯 才有赔偿的问题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我想的方向都错了 这根本是一个管辖错误的判决 法院只是预知移送临界而已 对 所以我也觉得 大伟 先解释一下 管辖错误的这一段 意思就是说你告错法院 这个不归我们人间的法院管 会归临界的法院 但我个人看这个新闻 我也觉得蛮瞎的 因为其实妈祖是一个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新时代女性 她那时候选择不结婚 选择站出来保护家人 保护所有的民众 但那个年代以结婚为主的 是女生的 是她的天职的状况下 我觉得她很强 那结果她现在被合婚 就好像蛮讽刺的这件事情 而且法律都规定 结婚跟离婚不能由律师代理 一定要本人 然后这个时代还会出现女生 一个女神被人家逼婚 OK 好 那这件事情看起来这个风波 因为刚刚已经讲说 那这边讲说 好 没有这回事 那整个 因为对很多双方的一些 信仰的人来讲的话 会觉得这个新闻 听起来就是个怪 好 可是它回到 另外一件事情的主轴 刚刚一开始就讲 对我们团队人来讲 有很多人大概凡事 都会公庙问问吧 就你觉得 我还是提醒大家 有病痛要去看医生 可是你觉得心理上 是不是同时要有一些心理上 让自己安慰一下 你去公庙里面 求个平安福 健康福或什么 也OK 但是不要耽误了医疗 如果有要打官司的一些事情 当然应该找律师 可是有很多 我们团队人有很多 就反正凡事要以前 都先去庙里面先问一下 譬如如果我没有猜错 许盛美应该就是这种人 你一定是这种人 我真的是 为什么呢 我最近在看房子 我有一个习惯是这样 我在网上如果看到这个房子 我们都会知道 那个地方的地址 然后你是不是会约房仲 去看房 对不对 不论是去看之前或之后 我都会先问妈祖 然后很多人会问我说 那你每天都去妈祖庙 其实现在各位 在线上就可以抽妈祖零签 请你上网打 妈祖零签 然后你可以选路尔门妈祖 北港朝天宫妈祖 或鹿港妈祖 台中妈祖 它有各种妈祖 你自己选一个 好 你喜欢的就进去 所以妈祖其实电脑也满好的 对 它也会是现在的 真的很灵 因为比方说我习惯是北港妈祖 我就点进去对不对 点进去之后就有一尊妈祖像 然后就照一样的程序 就说地址谁谁谁谁 然后我现在要去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好不好 请妈祖可以试下 然后当然就程序是一样 就开始点 如果他就给你一个鸟签 意思说妈祖不太想理你 鸟签就是改天再来问之类的 如果要选签一定要三个 所以很方便 你不用在那个庙里面 碰碰碰碰碰弄半片 好 等到三个选签 那个签师出来之后呢 你知道这个古人的智慧 真的蛮好 像我是要问房子 我就会去看签师底下 那个竹室 竹室就是跟房子有关 对 所以我每一次 我已经看了快十几栋房子 对 妈祖就告诉你不要买 不是 很妙 妈祖有的时候会告诉我说 去找一个有草字头的建案 或者是因为那个签师里我自己会解啊 那个签师就会 你会不会解 然后方向是完全一百八十度 我也觉得很怪怪的 因为到现在都没有买到 你都可以解那庙 那庙公要看什么 果然到最后我抽到几个签 妈祖都跟我讲说 你自己都有答案了 干嘛来问我 就是你知道有签师这样 你会觉得说他如果自己解 他也可以再问一下 妈祖我解对不对 这样问起来就解决了 妈祖我是不是草字头的 你再问他对不对 可是我怕问妈祖 妈祖就给我一个鸟签 对啊 觉得我真的很可惜 但是我必须强调 生病这些事情 我是不会问的 一定是跟几率有关 或跟慈喪有关 我之前真的就是我说过嘛 我因为手有点抬不起来 我就刚好在节目上碰到老师 我不知道那个老师怎么回事 就说你后面卡两个 就是跟着两个 你不要讲也还好 一讲我心里就很不舒服 晚上明明就耳鸣 就听到感觉有鬼在叫 每天都觉得好害怕 都觉得我卡刀印 后来我是碰到一个老师 另外一个老师是复健师傅 他说你这个很简单 你就沾黏嘛 拉 拉 拉 就这样 他懂吗 健保还免费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太迷信 不过我要讲我一个朋友 我觉得他太过头 现在你不要以为说 老人家像我这样子 才会去问师傅 我有一堆的朋友 他们是什么事一定问师傅 现在年轻人其实有很多也会问 这个朋友是怎样呢 他是每一次交男朋友 来某某某在哪里工作 连他的手机号码住哪里 拿去问师傅 然后师傅一合就说 这男的不行 你不要看他 他应该是白眼狼 那就算了 所以每一任的这个男朋友 果然都没什么下文 因为师傅看起来 好像都觉得他不行 总之他迷信到呢 有一段时间他跟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就说他不舒服 我说你怎么回事 他说胃胀气 我说你胃胀气这很严重 你去看医生 你知道吃饭之前 从包包拿出服 那个一张服 直接就当场弄一下 烧服水 还真厉害 打火机一点 丢在那个杯子里 就当这种面就喝 他说师傅说 我冤情在主太多了 冤情都积在我的肚子里了 所以我的胃会不舒服 那个只要 那个叶消了之后呢 我胃胀气就会好了 你也信 以我这么迷信的人 再过一个礼拜 不好意思胃穿孔住院了 OK 我一去看他 他跟我讲说 拜托你 我那个师傅今天有空 你去帮我拿一张福吧 就是因为我们要 然后他在医院还要继续喝福水 不是 他说我胃穿孔 就是因为我服用完了 拜托你帮帮忙 我想公布你的名字 你也 这太迷信了 来 镜头在那 我不要 快点 公布他的名字 让他知道 不是 这就有点过头 我讲说你要安心是一回事 可是病痛这些东西 你当然还是要去看医生 对啊 但我不知道 也要是有碰过那种 是 来看医生了 但是还是满嘴要跟你聊公庙的那些 社会讲难听的人在医生上 医生等一下 时间到了 那个扶梢一下 在你面前喝给你看 如果真的跟病人跟你讲说 我的胃不舒服 因为冤亲寨主太多在胃里 怎么办 冤亲寨主你可以去找公庙 但是胃还是要找我们医生 曾经有在急诊 有一个七十几岁的阿嬷 他在深夜去挂急诊 说他的背痛很严重 那一定要挂急诊看 他是走路走的进来 不是坐车进来 是走路走这样进来说 他背很痛 你看 那医生说 好 那我帮你检查一下 检查完了以后 医生告诉他 你的背还好啊 你为什么觉得那么痛 他说医生其实 我这个背痛已经好久了 那我一直没有来看 是因为家人催促说 不行万一有什么事情 还是来看一下 那我来这边 不是要给你们看病的 我来这边是求一个安心 我身体真的没事 因为我认为我的背痛 是后面背了三个东西 你们打针吃药也没有用 我自己会去找公庙去服务 所以后来这个医生就说 好吧 那这样既然你后面背的东西 不属于医疗范围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还是让你回去 他就是信任度 是以公庙那边的信任度为主 所以他来只是为了让家人 只是为了求安心 让家人放心 他身体没有俗事 对 但是他不希望医院 帮他做任何的处理 只是检查一下 让身体确定没有紧急的状况 就这样子 姚醫师请问一下 你信公庙吗 我是被迫相信 因为 什么叫被迫相信 长辈或家人也会说 我们要去点个光明灯 我们要去安个太岁了 那我后来想一想 安太岁还不如安太座 对 是 家人安心 那我就陪着去庙里面 去接受服务一下 还有一个急诊的案例 那个真的是有致命危险的 这个案例真的很有趣 他是差不多三十几岁的女生 他三个月前开始不断的掉头发 医生帮他处理照顾头皮 处理身体的状况 都没有弄好 后来也是朋友介绍去公庙里面 公庙里面就说 你这个后面家里环境不干净 要好好的去处理一下 你家里的环境 需要我们服务 到府 到宅 然后他又说他的脚 有一个伤口 一直在那边也都不愈合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个公庙说 没问题 那你来这边 我们种一些草药帮你敷一敷 你每天要按时的敷 结果他敷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伤口非常的严重 已经变蜂窝性组织源 他送来急诊的时候是 人整个快虚脱休克 然后整个脚肿得非常红 非常肿 就一检查他已经败血症了 细菌感染全生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问他说 你的检查告诉我们说 你已经细菌感染这么严重了 而且你的血糖也飙高了 明显是你应该是有 糖尿病的问题 造成伤口不愈合 你怎么没有来尽早来就医呢 他说公庙那边认为说 这个伤口就是有脏东西在里面 他们可以处理 我就相信他 那还好 我们经过紧急处理以后呢 他的血糖再仔细一问 掉头发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就开始有口渴咽尿的习惯了 就是有这种生活状况了 那个糖尿病其实就已经引然若现了 已经有 对 但是送来急诊的时候 已经是败血性休克 蜂窝性组织源的感染 严重到休克需要住院治疗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案例 我们是希望说 大家虽然希望心灵上有一些寄托 求个安心 但是身体上的问题千万不要客气 我们医疗专业绝对有能力去服务去处理 OK 大伟可是刚才姚医师所讲的案例 如果要是再拖严重 因为如果再往下 新则可能要解枝 重则可能会上命 家人觉得这样不对 如果要回头告的话 告得成吗 之前我有看过一个完全类似的案例 他最后有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就是他也是一样 有敷草药 然后导致病情恶化 最后往生的 他的结论是怎么样 第一个 他认为草药跟他的死亡之间 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他没有造成人家死掉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无罪 就不起诉 那第二个 他认为说一般人 在公庙没有逼你 观者你 不让你去看医生的状况之下 一般人应该有自己的警觉心 那你不去看医生 也只是你自己的决定而已 所以他的建议 跟你的往生 你的死亡之间 也是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全部通通无罪 所以一样 大家还是看医生会比较适当 如果你是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那其实除了医生之后 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 就是跟公庙有关 之前有两个案件 一个是怎样 他跟我说有一个案件 预算25万 很足啊 我很开心啊 他第二句话就说 可是他已经给公庙23万了 那可不可以剩下2万元 就是我帮他处理这个案件 那他说 他回头说不行 他说人家有付出法力 那你付出了什么力 我无哑口无言你知道吗 你付出了你的努力啊 还有你的学识 你各方面考国家执照 都是啊 对 因为他预认只有25万位 懒得跟他变了啦 就离开了 对 然后第二个 真的是让我气到 就是那印象深刻 他说他是这个节目 就真正有识的忠实观众 他就从这群律师里面去选 那为什么 他说他相信 就是一些律师的眼光这样子 OK 但可是这个律师很多嘛 节目律师非常多 他说他怎么选呢 他就把每一个 就是律师截图 截下来之后放在棉被里面 然后想说盖子睡觉 神明就会告诉他说该选哪一个 那最后神明跟他讲了 没有 最后他怎么决定 他选了一个看起来最便宜的律师 所以听到这边我已经不是很高兴了 当然 我以为你说他选一个最帅的律师 没有 最帅律师那就选 没有 所以后来呢 后来我还是接啦 反正他的案件也真的相当简单 就是一个他借钱不还 那他没有借具 有拿钱的案例啦 那这种案件也我们的大部分做法就是 否认拿到那笔钱是借款就好了 那我也交代他一件事 就是从今天开始 你不要再回对方讯息了 因为就算没有借具 你如果在对话里面有说 借啊还多少钱 那也可以变成你是借款的借具 他答应我了喔 那也很顺利 开了第一庭 对方什么证据都拿不出来 那已经预期要胜诉了 但是到最后一庭要辩论终结的时候 对方突然拿出一个录音 他说这是我的当事人 上星期跑去找他 然后录音他录什么呢 他说其实那笔钱 我也没有想要占为己有啦 是师父有叫我来道歉 然后就当场有播放录音 还有就是主制稿这样 我就傻眼然后拖了一庭 马上拿回去跟当事人说 这个是你的声音吗 我不是叫你不要回讯息吗 他说对啊我没有回啊 但是我跑去道歉了 那去找师父 他说师父跟他说 因为法官他们都不是常人 他们都有活眼睛睛可以看得出来 你身上的业力快要引爆了 所以你再怎么隐瞒都没有用 你就只要去道歉 化解你身上的业障 那这样法官就看不出来 你再说谎了 你知道后面这个案件 本来两庭就可以结束 打了五庭 因为我找了一百个案件判决 就说服法官说 就算这笔钱有猫腻 不是送给我的 那也跟借款没有关联 反正在对方没有办法证明 是借款的状况之下 我就不用还 最后才胜诉 但是真的是搞得鸡飞狗跳 我的成本也大大增加 所以后来我也不太接 临界派案了 临界 这叫临界派 其实今天大家讨论这些 不是要否定包括公庙 或民间信仰之类 而是讲说数学有专攻 那公庙有他们可以处理 包括刚刚讲到 那个价目表的那些 然后包括心灵上面 能够让你安心 那医生尤其病痛医生 打官司的专业律师 这些大家各自数学有专攻 但是如果一般来讲 小雄老师请问一下 如果你碰到 碰到当事人来 是跟你讲说 对 我的胃不舒服 是不是有冤亲在主 在我的胃里面或什么 你会真的认真开服给他 还是跟他说 那我可以帮你看看化解一些什么 可是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 你会怎么建议 如果是我自己来讲的话 第一点我针对冤亲在主这件事情 当然在我们业界内 一定是认同这件事的 他真的可能会躲在胃 或特殊的地方导致你病痛 但是通常来的客户 我都会先问他说 那你没有看医生 那如果他看了一个 不行 我跟他说你不要考虑看两个医生 那通常看了中医 西医 他都觉得无效的情况之下 我才会考虑帮他做俗生民俗的治疗 但因为做了治疗之后 有些人他就跟我说 老师啊 我今天看了中医 看了西医 看了什么都没有用 你救救我 他觉得是鬼 但我们做了之后 讲句真心话有时候 我觉得我们也很厉害 他们看医生看到群医束手无策 我们可能给他喝个服水 他就觉得好了 立马改善或是觉得 他就觉得他好了 对 他就觉得很有用了 那有时候真的或许 真的是一些灵界的问题发生 我就有遇到过一个客人 我就只建议他要去看医生 但是他就是坚持不要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老阿嬷 他来之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身上有鬼 但是我看了他身上之后 我怎么看都不觉得 他身上有任何阴瘀的东西 那我还是很好心地想说 就是拿了一个艾草 给他回家洗个澡干嘛等等 结果过了几天之后他还找我 他跟我说他身上真的有鬼 别的宫庙认证他身上有鬼 然后还去驱邪 我就说那你怎么驱邪没驱掉呢 他说他们拿鞭子去打 他被人家拿 对 打他 他跟我说他身上真的有鬼 别的宫庙认证他身上有鬼 然后还去驱邪 我就说那你怎么驱邪没驱掉呢 他说他们拿鞭子去打 他被人家拿 对 打他 他就说因为这鬼太厉害 你一定要痛 看看是你先受不了 还是鬼先受不了 鬼受不了就会跑掉 所以就去打他 所以他受不了就回来打我 我就说你怎么会找 那种奇怪的东西呢 后来第三次来找我的时候 他真的是哭的告诉我说 老师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死鬼这个东西 他说他已经五年了 被鬼残五年他真的受不了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有一些法刀是可以去消灭鬼的 可是因为我怕他精神状况不好 怕我拿给他回去插自己 不然我上新闻多尴尬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鬼 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身上有鬼 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跟我说 老师我偷偷跟你说 我很常下面晚上就好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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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人放我东西或干嘛 那我一听之后想说 天哪你这该不会是私密处感染吧 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有没有去看医生 这时候这位阿姨阿嬷他就很生气跟我說 我从来没有做过不检点的事情 为什么要去看医生 他就说我这辈子就只有我一个老公而已 我跟他说那阿姨你手出来 我在他手上画一道符 我跟他说这道符是雷符 回去之后你往你私密处下面去用 这鬼必死无疑 但是死了之后 因为你已经四五年了 所以阴气很重 你要去找医生 跟他讲说你要去修复这个身体 他就说那医生会不会以为我不检点 你就跟他讲说 是民俗老师说这是鬼弄的 我就叫他去看诊 看诊之后 当然我相信这医生看到 天天这东西也知道会要给他了 对 过了两个礼拜 他回来跟我说 老师你法力超强 这么久 唯一解决的就是我而已 但是我也是满开心的 因为我们很明显知道 这就跟鬼无关了你知道吗 那我们要想办法引导客人去看医生 那医生不行了 中医 西医都不行再回来找我们 那我们觉得很合理 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宗教人的 一个基本道德的问题 OK 因为刚刚小玉老师讲的是 那就是怎么样阴肉历倒 能够让他去做正确的一个处理 对 就我们来说 一听就知道一定是感染或什么 其实我们也觉得说 宫庙里面的服务 其实在人的心灵上 会给你一个寄托以外 他也是间接的心灵治疗的一种 当然 比如说有的我们事情是因为压力 或是心因性造成的 不是实际上身体结构的疾病 那这种心因性压力 或是自律神经失调 这些症状困扰你很久 那医生也是无解嘛 因为你的压力存在 但是你心理突然解开了 得到了一份瓶颈 那你这个问题可能症状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 只要任何方法能够真的帮你解决问题 都是好方法 三位可以一夜结盟一下 好不好 我觉得大家各自一夜结盟一下 可是你说像这样的状况 怕就是怕在 盛美 如果像刚才小玉老师讲 就是对你只是想怕 你知道他有病痛 那你用你的方法 也要让他去看医生 我们就讲 有病痛所有这些东西要看医生 其他的包括你说民俗治疗 或心理辅助这些东西当然也OK 打官司找律师 能够辅助让你觉得说 这个律师能帮忙我 神秘也会助我也OK 但是怕的是有时候 你如果真的碰到有不孝之徒 我们看很多新闻那种 骗财骗色或什么那些 如果碰到那种 说实话就麻烦 是啊 所以我们前面讲这个价目表 这也是就像小玉老师说 人家也是付出劳力 付出了他的法力 他就是收这个服务费 但是我们今天聊了一个组织 还是希望就是说 你可以收费但是心存散 因为最近其实台湾都大缺工 各行各业都大缺工 然后有两个行业缺工的非常严重 第一个是水电工 这不稀奇 第二个是道士 你很难想象对不对 但你会觉得 为什么道士会缺工 可是需要道士吗 要耶 各位办这个 就是桑葬啊 一些科娱啊 一些法事都需要 你觉得没有他们来诵经 我们家是要怎么办这个桑事 在我的宗教信仰是需要的 所以前阵子有一个新闻是这样 就是他们要争一个 不算是道士 其实是道士更底下一点 就是一个跳机人员 所谓的机身 然后上面写得很直白 真跳假跳不重要 会基本的步伐就好 步伐我也会啊 一二三四嘛 就跟着三太子那样 你会这样就好了 一天是两千五 但是如果你厉害一点 会超宝的话呢 一天就给你六千 超宝的意思 就是很多这个科娱当中啊 有看到那些档地出来的时候 拿那个像狼牙棒的东西 现在其实不多了 现在不多 但是在一些宫庙的活动当中 还是有 所以这个新闻一出来 大家说 哎呦 是意思是说 其实这些所谓的这个机身 不见得是真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过去 其实有一个新闻呢 引起争议 83岁的这个老太太 她是癌症 很多的民众是这样 不是不看医生 是因为看到医生 看到之后她心里都灰心了 的确像癌症的病人 她也就这样了 就安宁疗法 对 可是有一些法师会说 你这个是因果病 你只要解了因果 你还是会好的 所以这个80岁的阿嬷 就一直相信说 我会好 这个宫庙的这个师父呢 还号称是金黄大帝的机身 不是玉皇大帝 是金黄大帝 然后她的意思是说 神明看到了 你真的就是因果病 所以你会好 可是各位 这个非常危险 我刚刚讲要心存散念 你不让她去继续做治疗 她到之后 很快就离世了 是真的离世了 离世之后 家人当然会来问 问师父说 你不是说会好吗 你知道师父说什么 她当然会好 这个是她好转的过程 她会死而复生 这个话你在现在听起来 会觉得我都起鸡皮疙瘩 怎么可能 可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 他们还是认为有可能 那怎么样就摆在那 真的放在家里面三个月 是已经那个尸身腐烂 邻居去报警 警方才发现这根本就是骗局 OK 因为最后那个 因为那个事实很容易验证出来 到底会是怎么样 所以小小小 我知道在道家来讲的话 譬如说我们的法师什么要认证 也有考什么刀梯 对啊什么那些 对啊有很多像一些严格认证 法师需要认证 是 那个真跳假跳不重要 是真的这样吗 那当然不是啊 那个有需要认证吗 那个其实很难去认证 但是如果一般人你可能今天 如果今天讲神人 他们当作是表演性质的 我们就算了 因为有些可能是觉得说 我开个阵头 我需要很多人去跳 那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他如果今天要去显神通 那一般肌童会分成文肌跟五肌 五肌就会超五宝 就像你看那流星锤 刀剑 砍自己 那你怎么去分辨他是真的还是假 其实你可以去看他们 很多的五肌去砍完自己之后 他们的血其实不大会流 你看那种血流如柱的通常都不会 因为有神灵上神 所以他们会有神功护体 所以基本上他们不大会流血 甚至我看过那种拿钢针 穿过自己嘴巴的 也没有流什么血的 那是非常的神奇 那我们认定是真的 那第二个就是俗称的文肌 文肌的部分呢 他可能就不会去超这些五宝 那他通常都会给你去问试 问试的话 我的方式的话 基本上他们都会有一点他心通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你不用跟他讲 他会主动跟你讲 那这种的话 我基本上都认为是真的肌童 因为像有些人他们可能最喜欢 就是模仿像三太子 他们可能就会一个娃娃音 就是像我来模仿一下 虽然我不大擅长 他们可能就会说 我如果是三胎主在吃 你怎么看我没人把我滾下 等等之类的 他们就会假装自己是神明上身 你懂我意思吗 那他们就会要求去做东西 但因为一般人听到他是三太子 就会觉得说让他三分 你会去敢验证说三太子 你真的是三太子吗 或者是你跟他说三太子 你是莲花三太子 还是三头六臂三太子 还是哪一个三太子 你懂我意思吗 一般人不会去质疑他的 这就是为什么坊间 很多人会去被骗 因为他没办法去做认定 第二点是因为 一般人他们可能没有一些 到家的常识 那你其实他如果是三太子 你可以问他说 你可以问他比如说你爸是谁 你哥是谁 他如果答不出来那就好笑了 对不对 其实很多的话就可以验证了 只是看四个人当地 他在Key场的时候 我还跑到旁边 你知道你们爸是什么 没有 是问事的时候你可以问他 对比如说他今天是关公 你问他说 关二哥不好意思 我今天很仰慕你 那你能不能叫我春秋的东西 他答不出来那就好笑了 他大家都知道看春秋 是是是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就可以解决了 OK 小姚老师告诉你说怎么分辨这些 可是有很多时候大家就讲 没关系那就是一个信仰的过程 也许他那个就是一个仪式的一个感觉 但是圣梅刚前面所讲的那一段 姚师其实尤其做一个医师 听到像这样说 你就算听人家讲 你还会死而复生 然后说你一定会好 结果一个生命就这样走掉 医生早就听到这个一定会觉得很遗憾这种事情 是基本上生命是很可贵的 如果说他有任何机会 我们当然要掌握去把他挽回 可是你如果不太能确定 你有把握让他起死回生 或者是让他挽回的时候 你就下结论让家属或当事人去配合你 然后而且要他付出费用跟代价 那这种做法真的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而且有很多事情虽然我们的医疗并不是万能 但是至少在减轻疼痛啊 减轻痛苦这一块是可以给他一个一定的帮助 那如果说你要在他心灵上提供一些服务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专业的医疗还是可以并行的嘛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希望靠你单独就能够帮他挽回的话 那这个除非你真的很有把握 否则真的就是道德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除了道德上面大伟 除了道德上面 如果那个家属后来觉得说他要告 因为躺了三个月他没有起死回生 而且他还腐烂掉这些啊 可以吗 其实一般上我们虽然都是用宗教去骗人家 但是要骗什么东西其实在法律上认定 我认为从实物上款项差非常多 比如说骗钱这个就非常容易成立 就是说比如说做了一些法会 然后说这个跟你收了一个钱 但实际上我没有去做 那这个可能就会成立诈欺 那骗色这个也很容易成立 因为实物上有非常多利用宗教去骗色的案例 那只要基本上只要检察官觉得你的说法 很可能让那个被害人陷于一个说 我不得不配合你发生性关系 就会蛮容易成立这个成绩性交 或是强生性交罪的 但是就骗生命 也就是骗了你不去治疗 导致你死亡这件事情 目前实物还是抓得相当严格啦 基本上要成立的几率很低 除非你被他关着 那令独当别人 把你邪教把你关起来不准你去治疗 那一定会有私营拘禁 甚至拘禁致死的问题 但如果他放你回家 那只是单纯你信赖这个公庙 而导致说你自己决定不去看医生 那这样子检察官还是会 法官都还是会觉得说 你的决定是在于自己 那人家的建议跟你的死亡之间 并没有任何因果玩戏 所以不会成立犯罪 OK 那刚刚讲到说 当然有少数不孝的一些 从事公庙的一些 会不会有骗财骗色的一些情形 小小师有尤其我们常听到或看到一些社会新闻里面 讲到骗色的这一部分 那很多我们有一次节目来宾有一个女艺人来 她也是差一点被骗色 但是她描述的过程我们都在讲说 你讲的 你为什么都一个 因为差不多你说二三十岁的女孩子还会被骗 人家告诉你说进去你不跟别人讲 然后你要双修你要什么 你也信 可是有很多人真的就是信 然后女孩子像这种真的有一些案例你有看过 其实是真的有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很好笑 怎么会还有人被骗 但是这跟诈骗一样 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被骗 我有遇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 他其实是来找我算命 他其实说他有两个问题要去问我 他就说老师我想问你 这像真的有人就是天生要做性工作者的命吗 我听了之后就觉得太鬼扯了 命中你可能有适合夜生活的夜干嘛 但是没有一个叫做专门做性工作者的命 那第二个他就说他有去一个公庙 去做一个仪式 那他其实花了蛮多钱 对方可能开了他20万 那我就说很多耶 他就说20万 但是对方对他很好 这可以分齐的 随便他去分 但是他对这仪式他有疑虑 对方去的时候要求他只可以穿内衣裤 穿内衣裤去到小房间 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 到小房间之后 很神奇的地方他只点一个蜡烛在那边 昏昏暗暗的 我就跟这个人讲说 你不会觉得这样很奇怪吗 他说说因为对方说要做阴法 要请阴神降临 所以不能太亮 在做过程中他有拿出一个俗称的这个羊具 木头座的羊具 跟他说这是羊具神 等一下会用这帮你加持 你可以接受吗 那女生也想说可能等一下敲敲头啊 干嘛等等 他就答应了 他进去之后他说躺在桌子上面 开始呢对方可能用一些精油的东西 一边在摸他的身体一边帮他念经 念经之后他还在脸上盖一个面具 一个金面的面具 跟他讲说这是神灵可以加持他 用到后面呢 他突然觉得他下体被东西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他当然是吓到 可是对方就跟他讲说不要吓到 这是羊具神在过阳气给你 那过完之后一次两次 他来找我之后 我问他说那你运气有没有变好 他说他也觉得没有变好 但是他问我说那这样子算是被骗吗 我说基本上我认知中你被性侵了 他就说因为他没有变好就跟这个公庙讲 公庙说因为你太缺氧气了 所以你必须要去做性工作者 去取得更多氧气 那这时候他不是还欠他钱吗 他说你只要当然性工作者之后 你可以赚到钱又可以取得氧气 你人生就可以做出改变 他跟我讲我是建议他去报警 只是他不愿意 你知道一直到现在 这两年我才遇到的事情 还一直在发生 OK 我还以为那个人到最后来讲说 这还有一张名片 这是我开的店 好不好 你可以到那家店 不是 真的很扯 但是小小就刚刚讲一段 你不要以为我们大家听起来觉得很荒 很荒谬 就好像诈骗 我们大家都听到很多诈骗的故事 都觉得很荒谬 但是就有很多人还是不断的被骗的过程 对 好 那这些只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碰到少数像这样一些不肖业者 那当然要提高警觉 小小最后可不可以间断告诉大家 你怎么样去讲说 因为公庙主要是让你心灵上有隔归一 然后包括告诉你说 好 就算你说有符咒或什么这些 可是要怎么样跟刚才讲的那种 不肖业者之间去做一个区画 当然因为各派系很多 我们都是给予尊重 但是大原则上之下 所有的神明或是公庙 他不会去正派 不会去兵营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 这件事情绝对是可以摊在阳光下的 对 拿符罪给你去公布讲 他如果告诉你说不能讲 不能给谁知道的 通常都有问题 第三个他如果不懂得尊重你的意愿 那通常不是 第四个他要图立自己 就可能他会告诉你说 你顺了之后你必须要布施 但他布施告诉你只可以捐给我 不能捐给其他的单位 那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按照这以下四点 不要会去违背自己的心意 他懂得尊重你 这件事情是可以摊在阳光下的 他没有特别的图立自己 那基本上我认为是一间好的地方就可以去 给大家做参考 刚刚一开始就讲说 其实仍有信仰绝对是一个好事 让自己的心理上有一些安定跟皈依 但是在过程当中树叶有专攻 那公庙有他们的一些专业 医生跟律师之间有另外不同一些专业 碰到所有不同的事情有病痛 那当然是以医疗方面 你要服务一些包括公庙 或是一些民俗的一些心灵上一些东西 当然OK 打官司当然是找律师 很多像这样一些 那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到本末导致OK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 观众你有收看 认真有词 我们下次见 拜拜